3月6日晚 在北京2022年冬藏奥会 延庆颁奖广场的舞台上 一群身着活力蓝色演出服的舞者们 手拿拉拉球 跟着指挥的节奏 划出圆弧舞步 这些精彩的节目 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选调的24名 重庆市残疾人演员 共同演绎 他们是延庆冬藏奥 颁奖广场的核心表演团队 也是中国 向世界递出的一张特殊名片 我们这个团队呢 是由一名领队 两名手语老师 还有16名 听力障碍的舞蹈演员 和8名视力障碍的 歌手和乐手组成的 从1月中旬接到演出任务以来 除了时间紧任务重 残疾人艺术团 还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一方面是就是编导老师 和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 存在一个沟通障碍 然后需要我们在这边 做这个强调 二方面是 孩子们的这个 接受能力又那么快 然后这次学生的节目 又非常多 大概他们承担了 9到10个节目 所以说这么多的节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精彩的背后 是数月来的不懈努力 过去的一个多月 演员们每天 从早上8点 练到晚上10点 看不见乐器 就读乐谱敲节奏 听不见声音 就比动作强练习 排演期间 演员 编导 辅导老师们 各尽其责 一刻也不敢松懈 因为我们可能 由于眼睛看不见 所以我们的一些动作姿势 还有就是我们的表情 这个跟健全人来说 比起来是有一定的欠缺的 尤其是我们那个身体的 这种随着音乐的起伏 这种律动就很差 所以说我们就是 那十几天 老师就是亲自做那个动作 让我们去摸他们 是怎么晃的 比如身体怎么怎么动的 还有就是手把手的来 教我们 把那个音乐放着 然后他就手把手 来掰我们的身体 除了要达到表演动作上的要求 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是每个盲人演员 都要面对的一个难关 我最早开始出来演出的时候 我站在台上 就是一点动作都没有 就很害怕 就是我如果说 我做一个动作出来 会不会很傻啊 会不会让人家看起来很可笑啊 然后就站在上面 就跟一个木头桩子一样 我们的同事嘛 这个学弟 他们跟我以前一样的困扰嘛 就害怕做动作 我就经常会以一些 开玩笑的口吻啊 然后就跟他们说 我说盲人 要想提高自己舞台 表演这一块 最需要克服的 就是自己心里这一关 在残疾人艺术团内流传的一句话 龙人是盲人的眼睛 盲人是龙人的耳朵 同吃同住的他们 已然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并在团队里默契地建立了互助小组 他们听不见的东西 我们能听见 我们就可以把微信加上 我们可以打字 告诉他们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看不了的东西 他们能看见 然后他们也可以 就是打字来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盲人和龙人之间的交流 就只能靠打字嘛 用微信 比如说吃饭 吃饭的时候来帮我们打饭 然后早上来带我们去做核酸 然后到了这里呢 也是帮助我们化妆 梳头发 做造型 他们都非常的温柔 而且龙孩子们其实非常细心 为了同一个目标 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精心排演 用自己的方式 为突破自我的残傲运动员们 欢呼喝彩 曾经参加过第七届 残疾人运动会的歌手张波 在仪式现场伸手触动 对我的感触特别大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是运动员 然后这次来看着这些运动员 然后在自己的领域拿金牌 拿奖项 就感觉特别的有感触吧 觉得特别的自豪 咱们盲人有破世界纪录的 盲人也有拿好多块金牌的 就感觉特别有荣耀感 冬奥火种点燃的 不仅有残疾人运动员的奥运精神 还有全中国8500万残疾人的梦想